不用担心被抢风头 因为这是观察各国科研思路的最好舞台 各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就是经过俄乌战争 现在一说战场上的无人机 大家肯定很容易想到中国 想到深圳 前段时间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还隆重的盛葬了中国大疆无人机 吓得大疆公司是瑟瑟发抖 赶紧声明自己无人机 都是民用的 现在随着战争的持续 更多国家更多种类的无人机 也开始大量的涌入战场 可能会短时间 这些个各国的军用无人机 要抢光中国民用无人机的风头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我们的无人机发展门类更齐全 但是不等于别的国家连无人机都做不了 现在有传闻说俄罗斯将从伊朗 订购大批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如果属实的话 那么大量航程在100公里以上的查打无人机 一定会给乌克兰军队特别大的压力 因为乌军现在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各种机动炮兵火力 俄军要消除乌军的炮兵威胁 唯一办法就是大范围全时段的监控 发现目标 落头就打 而以前俄军的海燕无人机正好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而伊朗在各种查打无人机的研制方面 技术就是比俄罗斯是领先了很多 至于说乌克兰方面也有收获 台湾也说是要给乌军一大批多悬域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体积比较大 再重量是可以携带多枚82毫比海军炮弹的 挂在一个滚筒里边 滚筒一转 炮弹掉出来了 可以一个一个想扔 虽然可能比较实用 但是技术含量并不高 另外英国还买了200架挪威的黑色大黄蜂三型 卫星无人直升机提供给乌克兰 这种无人机我们以前介绍过 不到一个巴掌大 几十克的重量 用于单兵或者小分队进行战场侦查挺好的 但是它每架无人机价格在4万美元 这个黑色大黄蜂 跟咱们深圳华情的蜂鸟卫星无人机相比 功能是弱了不少 而且太贵了 深圳的蜂鸟 传感器 导航手段都更丰富 而且可以组成16基的蜂群 在室内进行飞行的时候 也不依赖GPS 可以用光流 另外乌克兰还能拿到一批飞行榴弹 就是40毫米口径的榴弹 发射器发射那种榴弹 但是榴弹上面加了四个小的悬翼 这样就可以实现垂直起飞 遥控飞行 自杀攻击 这东西的好处是很小 便于携带 而且也不会被发现 不会被拦截 如果从顶部攻击装甲目标 完全有可能遭生很大的损伤 但是我估计它的飞行性能 也不会特别好 再来就是美国最近 要提出大笔的军事援助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簧刀巡飞弹 另外这次也提出来 要提供扫描鹰无人机 意味着美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 这次都在乌克兰战场上 要逐步亮相了 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时候 因为后续我们一定会看到 这些各种无人机 在战场上的表现 适应性 使用感受 都会有相关的报告 这些报告 其实就是我们观察 把其他国家无人机 设计思路的最好的渠道 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无人机 未来是很有可能 出现在我们周边的 他们对我们的实际威胁水平 正好借这个机会 能够进行评估 这里有一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 就是中国虽然有大量的 无人机生产厂商 能够提供最先进的 功能最丰富的无人机 但是有一点 我们暂时还不如国外 就是我们国内 普遍的存在一些部队用户 并不是很懂技术 所以设计生产单位 又不懂战术 那么只能是用户盲目 提出一些设计要求 生产厂商按照合同制造 所以说好用不好用 能不能真正适应战场环境 双方其实都点懵 而一些厂商 承接国外客户订单的时候发现 一些国外用户 确实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 对使用需求 提的就非常明确清晰 而且合理 这种厂商的需求 通常是可以被我们借鉴的 成为以后我们 设计自己军用无人机的依据 或者是通过观察实战 看到别人的设计有哪些错误 我们也可以避开这些坑 好 关于即将俄乌战场的 新一批各国无人机 将有哪些看点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见 对 Maestra 收听 为了 庆次